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新的知识内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包成这个单个文件 如何操作 我们还是在这个文件夹中 这个MagExile这个工程下 这个框树台还是这个 也不用关 我们输入命令 PYInstaller 然后呢 打包成单个文件 要是给它传递一个参数 叫-life 这个命令就告诉这个PYInstaller这个打包工具 我们后面要进行操作是打包成单个文件 OK我们还是一样的交回车 然后这个打包呢 就会自己去运行 它会根据分析我们这个python脚本 然后呢分析我们调用的这些库 然后去收集这个系统的资源 然后统统把这些资源呢 集中到一块 然后在运行的时候再复制到这个临时文件夹 这一次就比较快了 因为我们上次打包的时候 这个资源已经收集过一次 好我们再来看 打包成单个文件呢 那这个操作最终也是写入到这个this里面 这个build里面呢 是一些运行的时候自动生成的这东西 我们可以不用关心它 啊 小不好操作 这里面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了 直接到this里面 OK那么刚才这个myExcel 是我们打包成这个单个文件夹生成的 我们看到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可应用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打包完了之后这个二人之文件 这个图标是默认的 这个python的这个小蛇的这个图标 我们双击这个程序 OK跟刚才一样 那么一个小黑光 然后一个GUI界面 好我们也同样的试一下 这个程序功能上有没有跟我们这个 这个OK也是从这边打印了这个输出信息 这个小黑光已经就是它的一个控制台了 然后我们开始搜索 OK这个是一样样的 跟刚才那个 只不过这是一个单个文件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一下这个C盘下面这个TAMP文件夹 可以看一看 算了 这边我带大家找一下 然后用户 这个 那么 文件夹选项里边 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OK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AppData就是运用程序 然后是Local 然后是TAMP OK看到没 这个连迟生的这个文件夹 下滑线 MEI 94322 那么这个后边这个数字呢是随机生成的 每次运行可能都不一样 然后呢 呃 这个文件夹我们就注意看哈 我们已经找到它了 这里面呢是刚才跟我们这个也是一样 很多PureQt的这个Python的这个DLL 还有这个Qt的这些DLL 那么它是把这些我们调用的东西通通都放在这里边 然后去启动这个Python的解释器啊 Python27DLL 然后去运行这个脚本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这个TAMP文件启动 实际上呢 它只是绕了个弯子 就是说 把这个看起来像TAMP文件 实际上它运行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东西都解压出来 解压到这个里边 然后再运行 好的 那么我们 把这个插掉 OK 这个零件夹已经不见了 已经被这个 引导程序删掉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过程 好 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小黑框呢 每次都弹出来 这个很烦 这个GUI程序带个小黑光 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我们就要打包成Windows窗口程序 不要那个小黑框 我们看一下 还是在这个文件夹下 那Excel这个文件夹下怎么操作 跟刚才一样 我们还是Pyinstaller 那么 依然是要打包成单个文件 打包成单个文件呢 这次我们不要这个 小黑框 也就是说这个控制台我们不要了 不要控制台 我们就要指示这个打包工具 把它打包成一个窗体成立 Windows窗口成立 传递一个-W这个参数 然后还是这个文件 继续打包 嗯 好 那么稍等片刻 这个打包工具就会给我们造出来一个 标准值二点字文件 并且运行指连没有小黑光 好 这次打包的也很快 我们看一下 在这次的这个文件夹下 嗯 这个不用管了 这个文件呢 已经被更新过了 嗯 MyExcel这个文件夹 不是MyExcel这个可执行程序 我们双击去运行 OK 我们发现这个鼠标指针上面有个小圈圈 说明这个应用程序正在反应过程中 这个反应的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它复制这个文件到那个里边 然后呢慢慢启动着这个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个应用程序跟 用这个Csharp 或者是其他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不也不再有这个小黑光了 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漂亮的GY界面 那么 我们还是验证一下它这个功能有没有什么异常 再分类 OK 也不再打印什么东西到那个黑框了 因为后台操作已经统统被那个-w参数 也就是那个小黑框也不会再出现了 然后开始搜索 OK 该显示的都显示在这里了 那么后台的打印语句呢 已经不显示了 这个到此为止呢 就是已经 完成了这个打包成单个文件 并且不要这个小黑框 也就是说 打包为Windows窗口程序 我们最终release给客户的应该就是这个版本的 就你不要给他一个小黑框 看着很丑 然后你的debug 信息都在那个黑框里边 就是看的很不专业 嗯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呢 运行的挺好 但是这个图标默认的这个实在是有点 对不起观众 太丑了 所以呢 我们这次来看一下怎么给他换一个图标 嗯 不变 还是在这个里边 嗯 我之前做了一个这个图标 打开看一下啊 对 麦子随便的这个小图标 那么我们进这个 图标来当他的这个默认图标 嗯 刚才的命令不变 -f-w这些都不变 然后我们还要传递给他一个-i参数 这个-i参数呢 指定这个程序的图标所在的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粘贴 粘贴完了之后要注意啊 这个对于windows来说 这个反习杠要加两个 不然这个容易出问题 因为他这个路径是 反习杠是转移符号 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在这里边有一个01.ico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扩展名是不是这个 确认一下 ok.ico 然后呢 导包的文件还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来操作一下 又到了这个鉴定奇迹的时刻了 稍等片刻 我们来看一眼 好的 ok 打包完成 我们去看一下 这次的下边 ok 看到这个没有啊 我这个分辨率比较比较大 大家看得不太轻 这个地方已经 不再是这个 PiQt默认的那个小舌的这个图标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卖的随便的这个图片的一个小图标 好 我们点击运行 啊 这个鼠标说明这个文件还在Coffee中准备中准备完成了 我们还是搜索这个文件夹里边有没有所有的这个Excel文件中有没有呵呵这个词 好 然后一共处理了零个文件 可能就是没有找到 Eclipse Python Excel 代分类 在这里 ok 这处理了一个文件 嗯 刚才文件夹的位置写定错了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打包Python程序的这个全部流程 一般我们打包为这个单根文件给他换个图标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可以可以交给客户去用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Py也因此到了打包程序的注意事项 呃 这个注意事项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可以同时运行多个打包后的这个单根文件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 也可以双击或者把它换个文件夹再打开 可以打包很可以打开很多个 各个程序之间不共享资源 所以呢 你同时运行多个这个打包后的程序之后呢 就会浪费一些存储空间 因为他不共享任何资源 但是呢 这个各个程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啊 不会相互影响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呢 其次就是要注意的是严禁 赋予打包后的程序管理人权限 不管你是在温西一下 还是在这个Linux 还是在这个Mac OSX下面 不要给这个应用程序打包后的应用程序 这个管理人权限 使用普通用户的权限运行就可以 这个是为了防止bootloader 就是这个引导程序复制共享库期间 遭到这个代码注入的攻击 然后这个你程序一执行之后 就会破坏你的系统 要防止这个黑客在你复制共享库的时候呢 攻击你的系统 然后要注意的是打包后的程序 只能在英文路径下运行 就是在这个Python2.7这个环境下 这个条件下 只能在英文路径下去运行 那么大家如果用的是Python3.9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因为我没有试过 我一直用的是2.7 因为Python3.9的话 它这个文件名是可以用中文 所以可能这个可以在中文路径下去运行 然后程序本身必须用英文去命名 这个也是限制在这个Python2.7这个版本 大家可能注意到因为我们这个程序呢 一直是在这个英文路径下的 如果我把它很不幸的复制到这个中文路径下 比如说复制到算了 别放这了 复制到这个文档 文档内容的操作系统下边 然后我们再运行这个程序 有可能就起不来了 OK 它居然又起来了 那么如果是其他的这个中文路径呢 它并不能保证每次都起得来 因为我上一次把它放在了另外一个中文路径下 它就启动不起来了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英文路径下 它是一定可以启动的起来了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事情 并且呢你给它改成一个中文名字 它也就启动失败了 呵呵这就运用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使用这个英文名字去命名 中文路径 它有的时候能启动起来 有的时候启动不起来 所以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英文路径下 Test 这可以启动 所以你把它换成中文的名字就启动不了了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这节课主要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注意事项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课后练习 课后练习就非常ezy了 第一项是使用这个pyinstaller 尽情打包你写过的各种的python的程序 然后呢 打包说要注意区分这个控制台程序和GUI程序啊 该有小黑光的必须有 该没有小黑光的呢 你就别加小黑光了 好的 那么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